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距离2024年法国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还有341天 32支球队376名球员至此刚刚完成世界杯的赛程 而12支队伍将要积极争取代夏季奥运会亮相竞技 至今只有地主国法国赌定入围 这是位居南欧西班牙女子足球国家队首次胖杯 西班牙男子足球国家队曾经于2010年7月11日 在南非举行的第19届世界杯 也是以1比0击败荷兰队称王 德国女子足球国家队于2003年10月12日 以及2007年9月29日两次分别击败瑞典捧杯 德国男子足球国家队则是四度在世界杯称王 分别是1954年在瑞士击败匈牙利 1974年以主办方身份战胜荷兰 1990年在意大利打败阿根廷 以及2014年在巴西再胜阿根廷 西班牙的男女足球国家队于是成为德国之外 仅有的双双捧回贯军奖杯的队伍 在今年6月9日国际足协公布的各国女足队伍排行榜 前15名依序为美国、德国、绿典、英格兰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加拿大、巴西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挪威、丹麦、中国、兵党 上届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女子足球项目 参加的12支球队有中国、智利、日本、美国、荷兰、瑞典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纽西兰、英国、赞比亚 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 以3比0轻取哥斯大利加 5比0重伤赞比亚 0比4负于日本 5比1击败瑞士 2比1取胜荷兰 2比1险胜瑞典 1比0终结英格兰 彭广洋 2023年8月21日 2023年8月11日